好,一键准备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它了 那在什么时候用呢?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是不是应该在InitDate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用它了 好,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InitDate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数据的话是存 来看一下 这块逻辑 好,我们在这里的话就得到了这个所有的花名册 也就是所有的联系人吧 得到这所有东西,对吧 好,得到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话 应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应该开启性成 同步花名册吧 也就是把这个具体的东西存到我们的哪里去啊 也就是存到我们的Counter Provider里面去吧 对吧 好,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开启性成去同步花名册 那也就是去32的UTO 点Run一个运行到星辰里面来 对应自行一个Task 好,对应的话我们就更得Counter 直接Copy过来了 那就是把这块东西Copy过来 对应的话来到这个里面 好,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进行一个ForeE循环 好,其实就是Roster Entry 这样是一个Entry 对应的话就是一个Entry 好,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有了这个Entry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执行这个操作了 OK一下 那就是去执行它了 好,那我们这些写实的东西 那就不能写实了 这个是我们的账号 那就是Gate这个 看一下我们账号是啥呀 账号是不是我们的GateUser了 对吧 那就是Gate这个User 好,这个的话就是Gate我们的一个 Lim对吧 这个GateLim Entry.Gate OK,这个Gate这个Lim 好,这个头像先给它拎吧 好,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拼音对吧 那这个拼音的话 我们要去得到拼音 好,这个时候那比较简单了 那我用一个架包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架包 对应我在今天的资料里面去找一下吧 在今天的一个素材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拼音的 接拼音的架 把它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一个Libers下面就可以了 好,对应的话 去把它添加到我们的构件里面来 用一下这个就可以去拿到拼音了 来看一下 好,这里拼音的话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拼音 比如说 这里PublicVidTaste的这个拼音 它对应的话我去看一下 加进来之后的话 我这个接拼音的话 它里面有个方法 它就一个拼音的一个helper 去转换一个拼音的一个尺寸 它对应的话 它需要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叫一个黑马程序云 它对应需要一个分隔符 比如说我这个分隔符是空 它这里需要一个formatter 它对应的话 我就需要这个位置这个tong就可以了 就是不带声调 好,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转换了 对应的话它就可以转换成一个拼音的一个尺寸 对应我们就可以去打一下这个拼音的一个尺寸 好,这个时候我来运行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可以了 好,这边有错的话它没法运行 我先把这个给它 把这一块先给它注视掉吧 好,对应我再回到这里来 来运行 请来看一下这个拼音的这个工具 好,稍等注意一下 我把这个是看一下 你看这个黑马程序轮就出来了吧 它就可以把一个中文转成拼音 比较简单 就一行代码 好,对应这几个这个什么 给大家写一下吧 这里是不是有几个参数啊 好,这个是一个内容 好,这个是一个分格符 好,这个是一个具体的格式是吧 拼音的格式 好,那这分格符的话 我们来给它加上一个它试一下 这个时候再去的运行一下 看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分格符啥意思了吧 好,它就是拼音和拼音至今 加什么分格符 那显然我们是不希望它有分格符 对吧 好,它还有几种样式 它有我们开始选是它 对吧 比如说你再来选一下它试一下 你试一下你知道啥意思吧 对吧 好,运行起来 好,OK 好,其实它就给你加上什么东西 应调的吧 其实我们不需要 这个为人这个 它就可以了 它对应我们也可以把这块 给它抽取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把它放到我的 这个里面的一个Java里面的 Utl里面去创建一个方法 对应的话就这个拼音的Utl 它对应的话我们就可以 pub一个 实态的一个 String Gate一个拼音 它具体的内容你给我传进来 它就是String String 它对应的话你去Renturn一下 它就可以了 它对应的话你这个都不能写实了 那就是一个它 你看,这样它就可以去得到这个拼音了 这个是一个拼音的Utl 这个块就不要了 好,这个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回到我们这里来了吧 回到这里来 回到我们的这里来 那接下来接着去写来 那这个注释翻开 好,这个拼音的话就有了 那就是拿着它去Gate一个拼音 传入我们的一个这个而看的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转化成一个B链 好,这个也把它转化成一个B链 这个是我们的Niclib 好,对应的话就是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而看的 对吧 好,拿着这个而看的 就可以去得到这个拼音了 好,这里需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低秤的话 它其实可能为空 这里是处理离称 离称可能为空 那我们去换乱一下 如果这个离称等于等于空的话 那我怎么办呢 如果离称等于空 或者或者它等于这样的空串的时候 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不能允许它这样去做离称 对吧 那这个Niclib的话 我就可以用我这个账户的一个名字 账户的名字去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去Subs寸一下 好,对应的话 我选择一个 而看的里面的一个index 相当于用这个分隔符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对它进行一个裁紧对吧 那也就是啥 如果是逼你这个IT黑马的话 我就把它给裁紧成逼你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就是它离称 它对应的话 我们去得到它的联系人的时候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看在这个地方是得到一个 相对是得到它一个账号对吧 这个账号的话我们也去处理一下 或者我把这块给大家移一下吧 好,这块移下来 好,这块的话也把它给这个移下来 这块的话我最好也是去处理一下它 知道吧 也去处理一下 好,那处理怎么去处理呢 那我最好的话 方式的话 就去 这个而看的话 就等于我这个而看的 .substrain 一个年 对应的话 拿着它去 index我们一个 它对应的话 我再去注意加上 一个这个ID符号 再加上我这个 Login IKTUD里面的 Login IKTUD里面 我再去给它定一个 Servous的一个列目出来就可以了 你看,这里没有这样的Servous name 我去创建一个产量 那这个产量的话 我就把它给改成一个IT黑马.com 好,这时候的话 我对应的再回到这边来 好,这样之后的话 我这个而看的的话 我就可以做一个保证了 知道吧 因为有些啥情况 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而看的话 它是不对的 它这儿看的 它有些时候 它这个格式有点问题 或者我这里先不给大家做处理吧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但这个逆层是必须要处理的 知道吧 就这个逆层如果它没有逆层的话 我们就把它这个GID里面 进行一下裁剪 把这个拿来做逆层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先步做处理吧 好,这样就OK了 好,这个是处理这个逆层 这么一个情况 好,对应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 那问题来了 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相当于现在我们是有数据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干嘛呢 实际什么操作呢 是不是这个数据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要通过Counted Resover 去插入到我们数据后或者进行啥呀 你看我们这个数据的话 这里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需要注意的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应该是干嘛呀 就是新Update后插入吧 就如果能Update 我是不是首先是让它Update就可以了 不用插入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这样写 好,这里是一个送别 好,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首先Gate这个Activity GateCounted Resover 好,或者我直接考虑过来吧 在我的Taste的Provider里面 好,对应我去Copy一下这个Insert 来到这里哈 你看 我首先的话应该是进行Update 那我把这个Update copy过来 我首先进行Update 对应拿过来 你看,我首先进行Update 可思考一下它 Update的话 那我这个就是我对应的一个Accounted 你看,我首先是进行一个Update 那对应呢,我来看一下 它会返回一个Update,一个Counted 对不对 那如果Update看的 然后如果它是小于0,说明这个什么情况 小于或,我看,除了小于,我看,小于等于0 它说明什么情况 它是不是没有更新到任何东西 那我应该干嘛呀 这里 没有更新到任何记录 那我在这里应该干嘛呀 是不是应该插入啊 对吧 好,对应我把这个插入的代码给它拿过来 那就是gate-riktot 对应的话是它 相应就是新Update后插入 这可以意见吗 是吧 好,对应我可以把这块给它抽取成一个方法吧 对应的话把它抽取成一个Save orUpdate这个Entry 你看,这样就ok了吧 现在还在哪里呀 现在只信成里面吧 是不是执行完这个操作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干嘛了 是不是可以 设置Adaptor 然后写是数据了 对吧 因为我这个数据已经准备好了吧 好,对应的话 这个Adaptor 我们就相当于要去写这个Adaptor了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写了 比如说 对应我们应该运行到主性层里面去了吧 相当于是UI性层 顶一个Runnerable 好,在主性层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搞一个Adaptor 比如说 一个Adaptor 这个是Adaptor 等于Adaptor 等于New一个 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CourseAdaptor就可以了 知道吧 CourseAdaptor CourseAdaptor CourseAdaptor是专门针对于啥 就是说你的数据是从哪里来呀 从数据库里面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CourseAdaptor 理解了吧 来看一下 它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的话 你应该说我这个上下文 那GetActivity就可以了 对应的话 你还需要告诉我这个游标 还需要告诉我这个C 那显然我在这里的话 还没有吧 那就是对应 查取记录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有些小问题 我看一下我现在是在哪里 InitDate这个地方 行吧 问题不大 对应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去查形这个记录吧 那就是GetActivity GateCountedRenover 对应的话是Query 把这个Query代码拿过来 Query 这个代码拿过来就可以了 拿到自己来 好 这是一个查询 它这里是GateActivity 你看 这就是一个游标 它在这里要用这个游标的话 你把它改成一个Fire 你看 数据库的一个查询 你看我现在是放到哪里啊 放到紫性层里面 是很好的事情吧 其实我们在Country Provider Country Resolver 去Query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做的事情的话 就是查询数据库 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到紫性层里面 是很好的吧 对吧 执行完之后 我对应的去用它就可以了 那我接下来用的是Causal Adapter Country T看一下 它其实是谁的子类啊 Base Adapter的一个子类 好 这个Causal Adapter 我们来看一下 好 Base Adapter 我们就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这个Causal Adapter 还不知道 因为来看一下 它里面 你看 其实它是一个抽象类 停机来看一下 它的话是一个 这个Causal Adapter 对应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抽象类吧 它里面有两个方法是抽象的 有一个它 它是一个抽象的 还有一个 有两个哈 有一个Band 和这个它这边形式有点不太靠谱哈 对还有一个Band View 这两个方法的话是抽象的 好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使用这个Causal Adapter的话 相当于你必须要 复写这两个方法 对不对 啊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Causal Adapter的话 它是我们的一个 相当于在Base 而Dapter下面 这样写吧 这样写吧 你看 在我们这个Base Adapter下面 是不是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一个Causal Adapter这个子类啊 在Base Adapter里面 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方法 叫啥 Gator View这个方法 对吧 这个是核心方法 那我们这个Causal Adapter没了 那点进来看一下 这两个方法 来点进来看一下啊 点进这里面来看一下 那我在这里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Gator View这个方法 诶 发现有 你来看一下 它其实是啥呀 你看 这个时候 它一样的有Gator View 它只是复写了这个Base Adapter里面的Gator View 对应的话 你会往下看往下看往下看 如果这个Causal View 等于空的时候 它会去走哪个方法呀 这个Causal View 最后会去走 这个Band View 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的Causal Adapter 是不是对我们Base Adapter 干嘛呢 进行了一个封装吧 相当于它去复写的Gator View 方法 如果Causal View 等于空的时候 它才会走这个方法 那么就可以去写了 这个New View这个方法 是什么时候要用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这里写下 如果Causal View 等于等于空的时候 是不是会走这个New 这个View方法呀 就是返回一个具体的根式图 对应的话 在这个地方 相当于去处理一下 这是Band View 又是啥呀 Band View 再回过来看一下 相当于它设置完 数据了之后 Conver View 复制完了之后 它会走这个Band View 其实Band View 就是去设置数据 以及显示数据吧 对吧 这是设置数据 显示数据 好 那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决定一个根式图 那我们现在给它一个根式图 Text View 这个根式图的话 就给它搞一个Text View 试一下哈 简单的起见 先给看效果先哈 那我在这里就是一个TV了 好 这个Band View的话 你一定要去设置数据了 那就是Text View TV 等于这个根式图 根式图就是一个Text View 所以说它可以前转 好 这个设置数据的话 我们就数据从哪里来 从Causal里面来 我就可以去Gate这个String了 比如说我对应可以去Gate 这个 传入一个啥呢 好 这里的话我就可以去传入这个 联系人表里面的Account 对应的话它就可以得到这个Account 好 对应我来看一下这个TV 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Account 对吧 TV去设置下这个文本就可以了 传入这个Account 好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设置这个Account 让我们这个Adapter Adapter就串进成功了 你看一下 这个Adapter 现在是OK的 好 这个Adapter OK了之后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完了之后 我看它在哪里玩 在这个地方玩 我就可以拿着它 MList 对应的话是我们的ListReview是啥呀 好 对应我这个布局还没写完 对吧 那我把这个改成一个ListReview 我用ListReview去展示它 对于改一个ID的话 就叫ListReview吧 好 这块就不要了 好 对应我们很快的回来在这里 InInterview的时候去找一下它 好 也就是一个ListReview 好 等于FinderView by ID 那就等于这个ListReview 好 这个时候 前转一下 诶 FinderView by ID 那就是View FinderView by ID 好 对应前转一下 最后把它转化成一个成员面 好 我拿着它的话 我就可以去设置这个Adapter DLC的Adapter 等于我这样的一个Adapter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OK了 那Ctrl F11 看一下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的灵系人信息就出来了 OK 诶 这个运行的时候运行错了 应该选择APP 这个时候运行一下 看一下我们登录之后 这个清空一下 好 登录 好 对应我们看一下联系人 诶 这几个联系人是不是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联系人吧 理解了吧 对吧 这个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操作是啥呀 啊 我们现在的操作就是说 你在Ik2ggrade的时候 我去初始化数据 初始化数据的时候的话 我就去得到 所有的一个 啊 联系人 好 得到联系人之后 我进行一个save update 好 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 那我们这块得到联系人 这块操作 是不是放到哪里好一点啊 是不是应该放到紫性层啊 对吧 CountryX 对应我也把它放到紫性层里面 来 好 这样一块 诶 这样就应该好一点 因为它这个是耗时的吧 这一块是耗时的 对应的保存也是耗时的 好 对于的话 诶 这一块 OK了 好 我们 然后 同步完了之后的话 在性程里面的操作的话 它是自上而下 顺序的吧 执行完了之后 现在它就会去得到一个游标 这个得到游标的过程也是好事的 所以说它现在还是在run方法里面 对吧 完了之后 走到这里来 是不是查询完了 查询完了之后的话 我就是应该看 像是 把这个在主性层中去执行的吧 主性层的话 那我就把它给溜出来 对我进行一个展示就可以了 你看 这里就是主要是学习这个 Course Adapter的使用吧 你看 这块知识量是很大的 不 听一下视频 休息一下 这块知识量是很大的 这块知识量是很大的 这块知识量是很大的